咱们三个月的钱终于买到了这颗灵蛋 那会儿送给小云 他一定会很开心 这不是咱们肖家的废物 肖母臣吗 又来看你这公亲 什么咱们家的 他就是个被收养的野种而已 要不是看他有手有脚 能擦擦厕所没有利息 早就把他扔去肖家 要不然 咱们把他赶出去 哎 看什么看 有 你一个废物让我给你样子 也不撒破尿罩 看看自己什么东西 哎废物 说不定他被婚妻正在跟别人 哎 哈哈 不能这样 那就麻烦了 肖母是命中的 他要传说什么 你肖母是命中的 肖母是你怎么来了 肖母被告我 我 我 我肖非看你了怎么样 肖母的肖非哥哥 是我的生态 他 你还不赶紧给我出去 休閃 我这里去找 我让一人给我讨回孤狼 破岛上的 他就高柔 我好行到 你可不可以修炼肺 不想 啊 啊 比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 重心 居然敢咬我 你注意一下 江沐沈毕竟是肖像的人 他要死在这 他能够脱不了根系 对 下个也就是加速大笔 我父亲的俊选组长 不能出任何事 我会看他这个样 就算我今天不杀的 他也怕是也摸不着 我会看他这个样子 他这个样子 就算我今天不杀的 他也怕是也活不着 他这活不过今晚了 不如把他丢到后面呢 你看你去 天亮以后别人发现 也算不到到他头上去 好主意啊 哎 天黑以后再去 小飞哥哥 嗯 小木车 你一个只能扫厕所 不能修备的废物 有什么资格中我的卫宫夫 什么咱们家的 他就是个被受养的杂种而已 要不是看他有手有脚 能扫到厕所卖了利息 早就把他赶出小家了 要不然 怎么把他赶出去 要不是看他去买铃铛的面上 早就一脚玩出来了 哎 废物 多不像他被困期 趁在跟别人 哎 哎哈哈哈哈 啊我对不起你 我要死了 啊 可我不想死 我不能死 不能死 难道要骗你对狗男女小羊快活吗 我凭什么这么对我 凭什么 我要报仇 我要报仇 啊 啊 啊 哦 好嘞 难道我们肖家出现了绝世天才 也必定是我而肖飞在此推荐 一起天地一项 鬼师啊 这么快就出货了四重天 我早说了 肖飞哥就是个天才 当然 整个肖家 只有我肖飞哥 有这么厉害的训练天赋 不错 陌生可畏啊 多年前天地一项 还是飞儿刚练过去 以后 肖家最好的资源 首先要留给肖飞 咱们家那费用肖飞是哪儿的 怎么不让他来看看 什么叫做天才 没准让 沾沾肖飞哥的真气 他也能逆袭呢 那个垃圾要能逆袭 捉弄到上天了 说不定 他现在被天雷吓了 躲起来酷鼻子呢 我竟然没死 我竟然没死 灵丹不见了 我的伤都好了 我体内的血脉之力觉醒了 我能修炼了 是因为天 我吸血了灵丹 觉醒了我的血脉之力 早知道 这灵丹能帮我绝醒血脉之力 当初就不应该送给肖宇 那个贱人 我一定要好好修炼 肖云肖飞 我要让你们 爸 爸真的 是不是肖飞又欺负你了 是不是肖飞又欺负你了 我找他去 哎爸 没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 放屁 我跟他爸一直在竞争下一任家主 肖飞总欺负你 当我是不知道 我现在就跟你讨说 爸 这个丑 我自己保护 你不能修炼 你是打不过他们的 我现在已经觉醒灵脉 可以修炼 你觉醒灵脉了 我会让他们胜不忍死 我儿子觉醒灵脉了 可以修炼了 还有几个灵蛋 全都给你 跟爸走 爸为了帮我 把他积攒的天灵蛋 全部给了我 我一定会以赴他的好望 就该这一集 我的实力能提升多少 受刺的眼泼 砰 原来 1 2 2 3 3 4 4 5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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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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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